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最近呢 反正又发生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对于这个事故车呀 法院呢 进行了认定 进行了一赔三的操作 也就是说 他花了十几万呢 买了一个事故车 最后呢 赔了五十几万 这样的一个赔款的幅度呢 还是比较大的 像这个对于消费者一赔三呢 到底能适用于多大的交易 其实好多时候 虽说是这个一赔三 但真正的执行起来的时候啊 常常的话呢 判不到三倍 他说法院根据自由的量财 尤其是对大的交易额 比方说呢 对于房地产要赔多少 现在一直是争的比较厉害 你买一套房有缺陷 是不是能赔三倍的房价呢 但这个事啊 后来变成就是说 很难办 在哪呢 因为你房子要赔三倍的话 开发商赔破产了 那等于是其他买方人吃亏了 最后呢 你这样他破产了以后 就是所有的买方人吃亏了 所有买方人让他赔三倍 又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这个到底呢 这些这个侵犯消费者到底该赔多少 其实在中国的话呢 他都是讲的成文法 都是一个法定的那个条例嘛 对于这个买一个事故车 那么一赔三呢 显然的话呢 是达到了一个足够的惩罚的目的 如果呢买个房子几百万 你要一赔三的话 我就说这不是个惩罚的目的了 最后的话呢 开发商破产了 都是灾难 但是呢 我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呢 我买件衣服一赔三如何 当然你说我买一个比较贵的那个衣服 上万的衣服碰上假货 一赔三还可以 你要买一个一百块钱的衣服呢 这样的一个事情上的话呢 其实对于现在的消费者的话 怎么保护啊 看了这个事呢 我们对于这个汽车能一赔三 我们很高兴 对于其他的领域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三倍呢 远远不够 而且呢 如果他这种样的侵害呢 他是对很多人的 那么实际上呢 应该是引入还有集体诉讼的问题 集体诉讼呢 在中国呢 限制的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到底该赔多少产品质量如何 其实在中国呢 现在因为他是成文法不是案例法 其实案例法呢 相对来说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 变得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案例 不同的在陪审团 在做下来了以后 他最后呢 高院呢 可能还会再有一个协调 他成为一个案例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呢 中国呢 他既然他不是案例 他都要成文的话 那么成文对于各种的不同的情况 他做规定的话 他是一个极其麻烦的事 但是的话 本人还是认为 对于这个交易的金额的大小 大小的不同 他还是可以有一些相应的限定的 比方说的话呢 你像如果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不说一赔三 我可以先设一个下限 你至少的话呢 不少于五千 那么五千我够消费者维权成本了 只要发现呢 你这有什么问题 你要承担成本呢 对吧 你像那个美国还有一些事呢 就是说对于一些恶劣的案件 他可能还会承担对方的一些 律师的费用 对吧 你这个相关来说 你这个费用 你承担多少 怎么去办 你可以的话呢 对于有些的案件呢 你可以给他设一些低限的问题 当然呢 有些案件呢 你那个赔偿呢 如果过高的话 那么你是有些还是可以设一些高限的 有关的分类 有关的限制 我觉得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的 还是可以做的更人性化 合理化 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谢谢大家 今天呢 这个问题就给大家评论到这 再见 再见